我们还有38天要投票选举 各位 其实这个影响到两个层面 你知我知 经济安全 经济安全 那安全的问题等一下讲 经济的问题各位知道吗 去年中国大陆第一大贸易伙伴是东南亚 来到了总贸易额一兆美元 和欧盟呢 是8000亿美元 欧盟最近要跟习近平开中欧峰会 然后呢 跟美国是6900亿将近7000亿美元 和我们台湾在去年3200亿 其实我们倒赚人家1500亿 这是大陆的财政部的数字 才会有我们今天的这样子的台湾的经济 但即使如此 这里面53%是高科技产品 不抠这个关税的 所以剩下的43%的机械 纺织 农产品 传统产业 会碰到关税 两岸贸易的关税 那因为这个找收清单 因为我们自己本身设的贸易壁垒 不让大陆的进来 让美国的进来 让日本的进来的这样一个做法 现在其实中国大陆已经提出警告了 所以基本上如果这一次的选举 在经济上受到影响的话 找收清单大概可能 你不要等到520了啦 就取消掉了 贸易壁垒 2509项可能会公布很多东西 所以我们那个43%的这些项目 绝大部分呢 我们台湾的就业人口 1000万的就业人口 都是在做这些领域 其他将近100万在做科技类 所以各位 真正的影响 而对大陆的出口 占我们的出口四成 所以经济 你要怎么守住经济 赖清德还好意思讲 3.8% 公商协计会 我是公商协计会顾问 真的他们脸红的不好意思 去驳斥现在的副总统讲这个话 哪有可能 大家不要一起摔下去 这个都已经是万幸了 讲到安全 是不是 这个都很清楚嘛 他不会去用短 立即的军事或者是封锁 但是呢 在整个这种军机 人心上面的 以及各种的警告 美国的全 全美国以及全世界的紧张 动荡 随之而来 你不要等到520 北京也不会在乎 赖清德如果他胜的话 520讲什么话 那至于那三个美国学者 还记不得上个礼拜 他们说 如果赖清德当选 请你冻结台独党纲 各位 赖清德可能会冻结台独党纲吗 那为什么这三个学者 这么了解台湾的 要讲这个话 而这个三个学者 跟美国的关系那么密切 我跟你讲 美国根本现在已经是 对赖清德不放心了啦 所以才会透过这个党章 这个文章说 你要冻结台独党纲 但大家不会相信 也表达美国对 赖清德的不信任 我觉得这一次 普京到中东的访问 以及他去了阿联酋 跟沙尔地阿拉伯 沙特之后 回到莫斯科 还会再接待来自于 伊朗的总统 这个莱希 所以这三个国家 意义非凡 真的 第一个 大国重返 也就俄罗斯这个大国 重返国际舞台了 在俄乌战争之后 被全世界制裁 他现在大国重返 而且你看到那个 整个欢迎的这个场面 对不对 那大国重返 是什么意思呢 重点就是因为 他是大国 他不只是武器 地缘 他在能源上 这个能源什么意思 石油美元 因为你看 他去了这三个国家 都被接受 成为明年1月1号开始 是金砖会员国了 那什么意思呢 要明年开始 新的支付体系要出现 那这几个国家 加上俄罗斯 他这个叫OPEP Plus 他们是不是 这样子未来 在石油的交易上 就采取 第一个 新的支付系统 不用你这个Swift 被美国掌控 第二个 他是不是不用美元 交易了 这个会打击到石油美元 我觉得美国要开始 非常谨慎 非常紧张 那我觉得第三个层面 是美国现在更担心的 而且会有 很深刻的影响 那就是针对 以巴加萨战争的问题 你不要忘记 在这个之前 从两伊战争 从美国打完伊拉克 到这个伊斯兰国之后 其实在整个 就是叙利亚战争的时候 俄罗斯是主要的参战者 俄罗斯主要参战者 那但是呢 因为后来发生乌克兰战争 所以呢 在这个事情就比较平息 可是现在他回来 伊朗要去 就是莫斯科 将来伊朗如果在 这个俄罗斯的支持之下 对真主党 对哈马斯 对巴勒斯坦的支持 会不会加码 美国到现在 他不管你 中国大陆在 就是安理会怎么开会 或者是 这些阿拉伯国家 穆斯林国家 怎么反对 以及华盛顿 这个白宫外面 怎么样的示威抗议 美国这些 东岸的这个精英 不管你 他就是要支持 以色列到底 杀到底 对不对 但是现在俄罗斯进来了 我觉得他现在比较不一样 他会担心说 这个战争会扩大 而且真的会扩大 他会不会因此 对以色列开始 真正的施压 过去我们都认为说 美国对以色列 布林肯 拜登 对内坦亚胡 大概没有什么 太大的影响力 内坦亚胡 一方面内坦亚胡 自己 这个也 等于他是政权保卫战 但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拜登 布林肯 根本不用心 根本不用力 根本就让以色列打到底 一样的反恐战争 但现在俄罗斯 伊朗进来了 这个之后 大国进来的这个逻辑 就完全不一样 那我觉得 美国这个时候 就倍感压力 同时呢 同时 拜登也知道 如果说 这两场战争 乌克兰跟加沙战争 打到明年年中 还在打 或者中间有一个输了 比如说乌克兰 拜登你也不要想选 也就是拜登 问他自己的政治地位 他也必须要 开始有一些动作 那这个时候呢 一些的警讯 一些的讯息都出来了 那个人相当不堪 懒得提他 那个 我觉得 这个IPEF 事实上 当时的媒体 就已经有很多分析了 说 东南亚的国家 不想得罪中国大陆 所以台湾参加 是不可能的 你们都不知道吗 这个还叫国家机密 笑死人 这个也叫国家机密 那你们等于是 国际政治经济学 零分 没有一个国家认为 台湾可以参加IPEF 所以台湾单独谈 因为人家要 为了让你参加IPEF 就得罪 当然有很多国家 要跟中国大陆交往 他不要这样做 这个事实上在 CBTPP RCEP的过程 就已经知道了 你只要去过越南 你去过马来西亚 你就知道了 这还叫国家机密 笑死人 你以为大家都是白痴 是不是 我觉得最可怕的是 他明明知道 这是事实 然后还要 对内做大内宣 说我们也会参加IPEF 所以我们必须要开放莱猪 蔡英文怎么讲的 蔡英文说 我们一定要参加IPEF 那个开放莱猪 才能够参加CBTPP 请问在哪里 过了两年 过了两年 CBTPP有一个影子 后来人家还发现 中国大陆比你还早递见 真是丢脸 为什么你自己没有 及早去提CBTPP的申请案呢 那年刚好日本是轮值主席 日本是很愿意帮台湾 结果台湾竟然没有递件 是因为中国大陆递件了 我们赶快提 才补递件 结果你现在变成 必须跟中国大陆同时审查 你这个还没有对我们国人 做交代 如果我们比中国大陆 提前个半年 那人家就比较有理由 先审台湾啊 对 结果你现在不是啊 你现在是跟中国大陆一起审 那中国大陆就卡在美国 这大家都知道啊 所以你这个 我还没有跟你算账 请问那个时候 王美花在干什么 经济部在干什么 邓政宗在干什么 你们这些一路说谎的人啊 你以为 人家不知道你们这种行为吗 就是邓政宗在负责 邓政宗不知道吗 都知道 结果 透过你们这些人的嘴巴 对内就开始说谎啊 说我们一定要进口莱猪啊 不能参加CPTPP啊 结果莱猪进啊 CPTPP还没提出申请 还拖到中国大陆提出申请 你才赶快递贱 这里面是 是有秘辛 等一下我来讲 OK 管政基本上就是在讨好美国嘛 美国只是你就一面倒嘛 我跟你讲啊 台湾历来的总统啊 甚至包括蒋经国 蒋介石在内呢 李登辉 陈水扁 马英九 我们历任的总统 没有一个 不曾对美国说不 就只有蔡英文没有 蔡英文全部都说yes 全部都说yes啊 所以萧美琴当然也全部都说yes啊 怪不得你觉得你在美国很受欢迎啊 因为你从来不说不啊 你当然受欢迎啊 这有什么奇怪呢 对不对 结果现在惹出一大堆问题啊 川普他要 明年就要选总统了 他说他只要一当选 IPF立刻废掉 川普已经放话了 我们再讲萧美琴好了 外交很厉害 结果蔡英文 飞到这个雷根图书馆去 占了麦卡锡啊 结果麦卡锡隔了半年 就下台了 现在辞职了 请问萧美琴 你有掌握台美关系吗 你不知道麦卡锡 即将这个议长被罢免吗 你不知道他会辞职吗 蔡英文搞了半天 见了麦卡锡 半年之后 议长被罢免 再隔半年辞职下台 这种外交不是浪费 你搞了半天到底在干嘛呢 还说很懂台美关系 懂在哪里啊 我看只懂美国交代的事情啊 这个叫做病急乱投医啦 事实上你要拜托人家来协助你助选 那那个人的声望通常要高于你啦 或者他的知名度相当大 那他可以拿到不一样的选票 那才有意义嘛 那比如说许淑华 就走 洪建一你可不可以来帮忙 洪建一就跟他说 你这区本来就不好算啦 因为许淑华星也蛮强的 洪建一又没有许淑华强 那他帮你站台有用吗 这个事实上是哦 赖清德你自己要想清楚 你自己也没有过半 你今天好不容易美立党民调 又回来适时啊 适时在立委是不会上的啊 你是要搞清楚啊 今年民进党很多地方就是这样嘛 就是气氛不太好嘛 那事实上上次 赖清德帮郭国文 很认真帮他辅选哦 对 而且下雨天还帮他站路口 对不对 那那个是真的有用 因为赖清德的知名度 还有他的魅力 当然超过郭国文嘛 这个才有用啊 那你现在说 小鸡协助站台 市议员帮立委站台 我坦白讲这个有限啊 有限啊 市议员真的能帮你忙的啊 就是他认识的 特殊的条案卡介绍给你 这个还比较有用啊 不然坦白讲说是 站路口啦 陪扫市场啦 这种我认为关键 这个影响有限啊 那至于去质疑 柯文哲的总盖是 黄珊珊不见了 我觉得这种质疑非常奇怪 那请问金普通在哪里 金普通也很久没有露面啊 人家选择不露面啊 那民进党现在是拜托姚立民 不要露面啊 因为姚立民大概出来都说 我们赢定了啊 那个赖金德45%啦 那侯友宜35%啦 包包也回去睡了啦 那人家说 拜托你不要上电视好不好 所以我跟你讲哦 总干事不是这样定义的啦 总干事 他不一定要破头露面啊 他可能是在办公室违涡运筹啊 处理一些调度啦 但这个场地的问题大家也觉得说 哇那是不是这民众党没有处理好呢 他到现在场地都还没有确定 那现在主帅都有 要想要去了 我知道啦 可是这也不能够说是总干事的问题啊 可能是负责了行政部门出了问题 事实上柯P的进种人还不少耶 所以你每天都去讲黄珊珊 我觉得意义不大啦 那你怎么不去讲金普通 金普通这意义很大啊 可是人家金普通知道他要低调啊 避免再引起一些纷争啊 对不对 那不然正义兄弟每天又抓狂了 怎么办 对不对 那那个黄珊珊也是啊 因为前一阵子大家都说他是鹰派代表啊 人家现在低调一点有什么不对 所以我说这个在竞选策略上 你不能说他不对啊 那反而是姚立民常常出面啊 他出面 他讲的话大家回去就要讨论半天啊 这个我觉得这个不能这样理解啦 不一定啦 因为像以前那个靖总 阿扁那时候靖总总监事是邱毅仁啊 邱毅仁从来没有露面啊 可是他是公认厉害的那个靖人总监事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跟露面没有关系啦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当然啊 就是向心他是王毅强案的 被连带的连累的人啊 那王毅强据我们了解 他在澳大利亚请求庇护 请求能够留在澳大利亚已经被驳回了嘛 澳大利亚已经把他当作骗子 把他逐出境了 所以你要给大家一个交代啊 事实上当时王毅强这个案子 因为是在澳大利亚一个不是那么重要的媒体 叫做The Age 时代嘛 The Age 你蔡英文第一时间就回应了 你第一时间就说 哎呀国安问题很严重啊 所以你事实上是王毅强案的获利者啊 而且我那个时候非常 记得啊 那个美国再来协会AIT也转载啊 他也去转载这个文章啊 Aige的文章啊 所以谁是这个案件的获利者 大家心里有数嘛 所以 所以你看这个案子现在进行到这里 向心在台湾被留置了多少年 这个也就是台湾的人权记录 又一个污点嘛 你把它搞到这个程度啊 那我们真的是希望 今年不要再搞王毅强2.0啊 就说 你这个选情已经到这里了啊 你如果还搞这种事啊 那就表示啊 你还是太心虚了啦 因为当年蔡英文市长已经领先啊 你领先那么多还要搞王毅强2.0 王毅强事件啊 这个赢就赢了 还要搞这种事件 就是让自己的那个 连任的选举带上一个污点嘛 就是这样 你还没关系这个手给我